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经济学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在上个讲课里头 我们跟各位介绍国际贸易的原理 那当然我们知道国际贸易 事实上是国与国之间相互的帮忙 也就是说透过自由的贸易 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好处 那就好像现在美国跟中共 中国共产党 中国之间贸易上有些摩擦 那么原因只要就是说 中国一直把人民币不让它升值 理论上中国现在是变成世界的工厂 它出口了很多的柴货到美国 所以现在在美国市场上面 看到很多的都是in China的产品 换句话说中国赚了很多美国的美金 那理论上中国很多美金的话 美金应该跌价 也就是说人民币要升值 可是因为中共共产党 他们不愿意让人民币快速的升值 所以以至于美国的产品 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的产品拼命卖给中国 所以形成中美之间的贸易 中国是顺差很多 美国逆差很多 所以美国现在变成 变成一个没有工作机会 换句话说工作机会很少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的失业率相当的高 人民币不肯升值的结果 让美国的产品没有办法销到国外去 因此美国拼命当然就叫贸易不公平 有贸易的障碍 话说这些贸易的障碍 就是我们讲自由贸易 那么很大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词里头 我们要来跟各位谈 为什么会有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概念 以及到底外汇的汇率 到底是如何形成 那么以及甚至于外汇的影响的因素 所以我们这个讲词的重点 也包括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保护贸易措施的利弊的分析 第二就是外汇的意义 以及影响外汇供需的因素 那么我们说保护主义的抬头 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国际间贸易的摩擦 那么保护的方法 不外是分成所谓的关税 跟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那么在GATT或WTO形成以前 那么以前都是注重在非所谓关税的降低 那么大家能够尽量的减少 这个课征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产品 那么可是我们说关税最低的等领 所以现在变得慢慢的走向了 所谓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好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课征关税 这样一个措施 那么课征关税 说不论这个关税最后的归宿 到底是消费者或生产者负担 但是课税的结果 必然会削弱的进口产品的竞争力 也就是会引起进口的价格的上升 那就好像说我们就美国的苹果 以前我们是课征很高的关税 那么美国苹果进来以后 美国苹果当然就贵了 比自由贸易的时候要贵 所以如果用图形来看 说课征关税的结果到底会是如何 那么我们以这个图形 那么来给各位做说明 好 那么我们说如果是国内的 这个SD代表国内的supply 那么DD代表国内domestic demand 换句话说苹果的需求跟供给 在国内是这样子 形成了很高的苹果的价格 那么在国际间我们苹果的价格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苹果价格只有P0 以前我们苹果一个40块 实际上国际价格的一个只有10块钱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由进口的话 我们的消费量会到Q3 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之下 我们国内原来的生产 如果说在没有课征关税的时候 我们的生产只有生产到Q0 Q0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离山的果仁 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之下 当然他就减少这个生产 可是离山的果仁会抗议 我们进口很多的苹果 让他们没有生存的空间 所以他们就要求政府说要课征关税 好那课征关税的结果 我们假定课征关税是T 好我们就把SD加上T以后 就是课征P0 P1这么多的关税 现在国内的苹果价格变成P1 那么P1的结果我们大家来看 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量会变成Q2 而生产量会增加为Q1 因此我们就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说 C这块面积事实上就是我们政府的关税收入 也就是说我们课征每一单位跟P0 P1 而一共进口的Q1 Q2这么多 所以C这块面积 黄色这块面积就是政府的税收 可是政府的税收 它政府会替我们修入造桥 所以对国内的福利没有影响 换句话说这块面积原来是消费者的福利 也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之下 也消费者福利是这么大一块 现在这是在西南移给了政府 那另外A这块面积 又是所谓的移转的首的重分配 原来的第三果农只生产Q0 现在生产Q1 现在生产量增加了 而消费者的胜移 现在消费者胜移 因为消费者现在只升到Q2 所以消费者胜移只有到P1以上这块面积 换句话说消费者胜移 它A B C D 这个A B C D 原来都是消费者胜移 现在都不见 那么C了给转移给政府 A是转给黎珊的果农 譬如说我们原来自由贸易的情况之下 以世界价格十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个苹果 现在一个苹果要刻重十块钱的关税到P1 所以苹果变成二十块 那换句话说黎珊的果农 二十块情况之下 它要多种 比十块钱要好赚 所以它多种了一点 那种了一点的结果 它的利润就增加了A这块面积 就是有消费者原来的好处 现在转给黎珊的果农 可是黎珊的果农 也是我们的国民 所以就一个国家来讲 没有这个福利上 只是从消费者移转给生产者而已 那这两块面积都没有跑掉 一个给政府 一个给果农 可是B跟C 这两块面积不见 不见 那这不见到哪里去了呢 另外一个就是黎珊的果农 不当地利用黎珊最低 因为超度过度的利用 也就是说坡度太大了 你还在种苹果 结果土石流造成资源的误导误用 那么使得我们的德基水库 就移水 所以B面积就是我们生产效力的损失 我们不应该种那么多苹果 可是因为政府课程关税 使苹果成10块变20块 所以黎珊的果农 就多种了Q1Q2 这么多的苹果 多开垢了这些地 使得我们德基水库来移基 那就是生产效力的损失 也就是我们资源的误导误用 那一块地应该是保留地 不应该开发来种苹果的 那另外这个第一 就是消费者原来到Q3 可是现在只是Q2 所以它减少消费 减少消费就减少口服 换句话说D这块面积 是消费者的损失 所以B跟D这两块面积 突然因为我们 课程关税的结果也不见 这叫做无畏的损失 那换句话说 课程关税的结果 使得我们国内的苹果价格提高 而产生了无畏的损失 是B跟D这两块 那么这是就图形来看 我们说课程关税 其实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来讲 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底下就谈到说 课程关税的收益效果 当然是指这个政府 课程关税所获得的财政的收入 也是刚才我们的C这块面积 那么是用P1 P2 就是每课程一个苹果 说课程十块钱 那么我们进口量一成 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的收入 可是政府会替我们修路造桥 所以没有跑掉 那么课程关税的保护效果 就是保护离山的果农 代表课程关税所引起国内生产 产品的增加 那就是Q0 Q1这块面积 那这块面积 事实上离山的果农 因为增加生产 就多开发土地 结果当然就造成土树流 等等这些的社会上的成本 那么这是我们课程关税 保护了离山的果农的保护效果 那至于课程关税的消费者效果 也就是说因为指消费者减少 因为我们课程关税 以后苹果的价格上升 而减少了我们的消费量 所以我们消费者口服减少了 那至于课程关税的一个分配效果 则是指刚才讲的 我们说因为离山的苹果 10块钱这个自由贸易的话 那么现在变成20块了 所以离山的果农获得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是消费者 原来可以享受到便宜的苹果 现在是贵了 所以从由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的 那么课程关税的 这个生产的效率的影响 那么我们说因为生产效率的损失 是因为这个资源的误导误用 移转不应该来生产苹果的地方 来生产苹果 保护了这个产业所引起的生产效率的损失 所以课程关税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整个一个社会成本来讲的话 课程关税其实包括了 使国内生产增加而误导资源使用的损失 再加上所谓消费者减少消费的损失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无谓的损失 就是B跟D这两块面积 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进一步来跟各位来说明这个保护主义 那么我们说保护主义 引起了这个无谓的损失 所以其实自由贸易是比较好的 所以过去一直鼓励保护主义 可是我们说保护主义的结果 离山的果农减少生产 那你政府有没有配套的措施 如果自由贸易的结果 他们没有办法生存 那当然你要想办法把离山果农 给转业 辅导他们转业 或者是他们生产上的损失 政府愿不愿意去补上他们 好那么这是我们说政府的政策 那么你有没有配套措施 这常常我们这样讲 所以课征关税的社会成本 那么我们说刚才有无谓的损失 那么从这个保护的立场 我们有所谓的民意的保护 那么民意保护是指一个国家 商品课征关税 如果这个商品的国际价格不变 而其国内价格 因为课征关税的结果提高 其提高的额度 也就是相当于课税额 那么法定上的重价税 我们就称之为民意保护税率 也就是说增加的国内产品的价格 那至于实际的保护率 我们说是指最终财货的民意的税率 能控除原物料物资所负担的关税的税率 用来表示关税对于这个项产品实际的保护的程度 那么就好像我们一部汽车 我们说实际上的保护 我们汽车现在是课征关税的 那么其实义龙汽车公司 它有很多的零组件是进口的 那么你现在整部车子 课征的关税税率现在是35% 但其实我们说好 那你实际上保护义龙是多少呢 因为你现在保护的是整车是35% 可是义龙有很多的关键零组件 是从尼桑那边进口的 所以那些零组件所课征的税率 不同于整车的 就是乘车的关税的税率 所以税率既然不同 那当然我们要把它减掉 也就是说也沿关键组件的税率比较低的 那么我们要把它减掉 那么才是实际上的保护率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实际保护率 那至于有效的保护率 指的是附加价值的保护率 那么指的是关税的结果 对国内资源分派的影响 通常是以课征关税以后 每一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 占我们自由贸易情况之下 每单位产品附加价值的比例 来加以衡量 所以从一个附加价值的一个观点 那么来看 那么其他的保护措施 当然我们除了关税以外 当然就是非关税 那种种就很多了 包括用配额 或者是对进口的物资的进口量 加以限制 或者是限制进口的地区 比如说我们葡萄现象自立在进口 那我们是进口地区 那么再来我们有所谓的进口潜力金 也就是说你要进口可以 但是你要付出潜力金 比如说我们大蒜 红豆都有配额 那么这些配额进口水就要付潜力金 好 这些都是属于其他的保护措施 当然其他的保护措施 还包括所谓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非关税贸易障碍 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瘦肉精 检验这个不是关税 他就是说我们是零减出 美国人你们是要用这个瘦肉精 所以你的肉里面含有瘦肉精 可是不可以出口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因为我们是零减出 所以现在在炒这个瘦肉精 那么我们准备开放 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可以减出来十个PPM 那么这当然正在 理法院正在协调中 好 那么我们讲说 其他的保护措施 譬如说刚才讲的进口配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以图来表达的话 那么进口配额 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原来 suprise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把一个进口配额 加上国内生产变成SD domestic supply加上配额 譬如说我们大蒜 原来的生产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的配额是 这个十万吨 好 那就是国内 生产量加十万吨 就是我们新的suprise 所以我们新suprise 变成红色线 这条线 好 那跟SD domestic demand 两个人相交点 就变成是在这个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价格叫P1 所以有了配额以后 价格比自由竞争的时候 P0当然一定是要上升 是上升 而且一样的 现在因为价格上升以后 国内消费者的胜益 只剩下这一块 不然就要说一样的损失了 A B C D 这一些消费者胜益 消费者的福利 但是这消费者的福利里头 我们把它分成A B C D 这几块面积 那么A是保护的结果 这个配额 因为大蒜有配额 所以宏多价格 现在变成P1 那换句话说 生产者所得到的好处 从消费者那边得到好处 是A 跟我们以前谈的 这个关税效果是一样的 那C这块面积 当然因为有了配额以后 就是看政府这个 对这个配额到底怎么分配 如果说政府是说 谁先申请 谁就得到配额 进口的配额的话 那当然进口商拿走 这企业家拿走 可是通常我们配额 都会在拍卖 也就是说 以进口前例均 那么来拍卖 配额 谁拿到这个配额 谁愿意出这个价 来买这个配额 那么换句话说 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变成政府的收入 不管政府的收入也好 企业家的收入也好 都是我们的国民 政府也替我们修路造桥 所以没有跑掉 可是B这两块面积 当然是因为消费者减少消费 生产者多增加生产 而使得不当资源的利用 那么生产效率的损失 就是B D是消费者口服减少 就要说B跟D 一样是无谓的损失 所以跟课证关税 其实是没有两样 唯一有差异的 就是吸这块面积 到底是政府拿走 还是企业拿走而已 只是配额它的限制 更比关税更厉害 关税换说你只要缴税 你就可以进口 可是配额是配额一到 你就完全不能进口 所以现在实施配额的国家 它其实它的保护效率 比起我们课证关税还要厉害 所以你说非关税的贸易障碍 比起关税障碍 其实还有过子而无不及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进一步来给各位说明 那么我们说课证关税 是不是百害而无一例 那么也不见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如果大国 那么我们现在 它的这个国内的需求 就是国内的供给 那么我们现在课证的关税 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 就变成这个课证关税 那么使得我们在原来的 自由进口的情况之下的价格 原来是八千块钱 讲定了八千块钱 好那么现在课证关税的结果 那么使得我们的价格 提升到八千八 那么八千八的结果 我们说这时候 如果国外的生产者 愿意降价 愿意降价 换句话说降价到七千八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其实有贸易条件的改善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课证关税 国外的这个生产者 愿意负担一部分的这个政府的税 那么也就是说为了它产品的销售 它愿意吸收一部分 换句话说它主动的 也由原来的八千降低到七千八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贸易条件是改善了 那么贸易条件改善 也就是说贸易条件改善 就是我们可以看来看 如果是我们这个一 这块面代表的是我们的 这个贸易条件改善的利益 那么一刚才讲说 课证关税的结果 使得我们会有 D跟B这两块面积的无畏的损失 那这无畏的损失是社会成本 可是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子 课关税的结果 而使得外国人愿意降低价格 而使得我们贸易条件改善 换句话说 以这块面积如果大于B加低 换句话说 我们得到的好处 贸易条件改善 而大于我们的社会成本 那换句话说 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利的 那么就是我们讲说 进口大口 为什么课征关税 那么只要就是在逼着对方出口国 来降低这个产品的价格 那么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贸易条件的改善 也大于我们社会无畏损失的话 那当然我们课征关税还是有利的 所以课征关税不见得完全是不利 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课征关税 如果能够逼迫出口国 能够降低价格 事实上我们课征关税 也对我们是有利的 好那么我们讲到的关税 进口数量的限制 从利弊来看 我们说进口配额 缴关税的效果 也更加的确定 那么配额一到 你就不能进口了 所以另外第二点就是说 进口配额的实施 是行政程序比较简单 那么可由贸易主管机关 进行来决定 关税的调整 就往往需要立法的程序 第三就进口配额制度下 如果遇到国内供需失调的时候 因为物价波动会比较大 第四就在进口配额制度下 也就许可政治犯发 都根据厂商过去的业绩 而新的厂商因为还没有业绩 往往受到歧视 如采取配额的话 标售则可以避免 那第五个就是关税 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而配额的利益 则可能 我们刚才讲说 有可能归属于厂商 因为如果是谁申请 谁就可以有先得到 这个配额的话 那第五就是关税 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 那么第六就是说 对市场的竞争的损害来说 关税比进口配额要影响比较小 这是我们讲说关税与进口配额 虽然两样都是属于关贸易的障碍 但是我们说两者的利益来比较的话 有以上这一些的优缺点 那么促进自由贸易 实际上是世界的一个趋势 过去有ZATT 那么在1999年 我们改为WTO以后 我们在2002年也加入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没有一个坚持 采取自由贸易的国家 只是我们保护程度的高低而已 你说美国是自由贸易吗 哪里是哪一个国家是自由贸易 没有几乎每一个国家 都在保护自己的产品 那么讲自由贸易 都是讲给别人听 那尤其是早期的已开发国家 讲给这些后进的国家 开发中的国家 也希望你们开放市场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品 来塑销到你这个地方 可是自由贸易的结果 不见得是利益均占 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 不见得一样 所以有所谓选择性的保护 那么也就是说 受到保护的 因这个对象 因具有潜力 以及有前途的产业 那么我们才来保护 那么对于每一个产业的保护的程度 以及期间也不能十字过宽 或者的话 那么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将会太大 而得不赏失 就好像我们说汽车产业 我们从民国五十年代 我们就一直在保护 易容汽车公司 可是易容汽车公司直到最近这一两年 我们才听到有一个所谓的Lux Gin 这样的一个汽车 也推出来 那么过去 一直都是在做装配的工作 也许大家想到的以前 在一二十年前 汽车大概只吃了几万台 大概就没有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一直保护着它 可是易容靠着保护 它就自己不长大 结果差点我们的汽车产业 现在比韩国要差很多 韩国现在的现代汽车 可以说是世界 差不多已经快要到第二大了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保护就好像我们对小孩子的科夫一样 如果你保护得过度的话 这个小孩子永远都必须要在温室里头长大 那我们的企业也是如此 所以保护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如果能够自由贸易 当然可以让我们在自由的经济竞争条件之下 让我们存活 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企业的发展 好 我们这个讲词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讲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